赢得百万粉丝的称赞和喜爱 活脱脱的一位被农活耽误的画家 从小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买不起纸笔 他每次都把烧火棍当画笔 在地上 墙壁上 随便画 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 但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和摸索 用煤炭和火棍等工具 画出一幅幅栩栩栩如生的古风美女画 或碧月修花 或楚楚动人 让网友直呼高手在民间 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中国大妈 让我们为她点赞转发 当大地铺满了悲弃的落叶 当独卷化化作远空的无碍 祝福我把我最思念的情人 那就是我向你调别的身影 也许迷途的惆怅 也唱随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葡萄 你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前行光明 就在远方 新拍免费视频群社区 右上角点击搜索 再点击公众号 输入新拍 关注新拍后进内部群